記錄上柯文的時候 是引用了蔣桂雪先生的名點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是不是在提醒 就像是要柯文哲 躲參與臺灣民眾黨 對於兩岸這個部分 態度要做明確的表述 臺灣當然是臺灣人的臺灣 加加我們這幾年在挖交上的努力 還有對國際社會積極的參與跟貢獻 現在很多國際社會裡面的人 都認為臺灣是一個可以一起努力打拼的夥伴 所以我們說臺灣是 世界的臺灣也不為過 我也覺得蠻好的 問一下總統 外媒報導說 柯文的主黨會衝擊你跟選情 從我的角度來看 其實很簡單 我作為總統或者作為候選人 我要結合最大的能量 我們希望不論是臺灣派 還是中華民國派 或者中華民國臺灣派 我們都要團結起來 來一起面對我們的挑戰 來守護我們的主權 守護我們的民主 要來團結臺灣的民眾黨嗎 我想我們的理念還是在於 我們共同的共享的價值 對臺灣的民主 自由的 跟主權的生活方式的一種責任感 除了時代力量之外 現在有很多人要組長 譬如說像書漢子也需要組長 包含DBA 也需要組長 包含DBA 也需要組長 這些票基本上都是綠營的票 總統會不會去擔心說 會衝擊到2020年的選擇 或是你們會在自我選擇的選擇 民主跟多元 本來就是一種價值 多元民主 本來也是一個 讓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黨 能夠競爭 能夠更貼近民意的一種方式 至於我們在這個階段 有很多不同的結合的可能性 我們還是一句話 我們會集結最大的團結力量 無論你是臺灣派 還是中華民國派 我們都會盡最大的力量來團結大黨 我們要問問自己 是時代力量 例如林常佐都會宣布要退黨 其中一個因素跟你有關係 他比如說實力沒有 就是沒有宣布說要請你在任務線上的問題 總統是針對這件事情回應一下 接下來的選舉 會不會擔心說跟實力之間 沒有辦法整合會造成選情的成績 時代力量內部的事情 我可視做評論 但是我必須要特別肯定 時代力量的林常佐立委 還有孔志勇立委 他們都是非常認證 也非常優秀的人才 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努力 至於民進黨跟時代力量 將來要做什麼樣的共同努力 或者有什麼樣的合作方式 我想我們的黨中央 會依循我們的決策機制 來進行溝通跟決策 來加入民進黨 我剛才講過 這個事情還是由我們黨中央 透過黨中央決策的機制來做決定 我在Twitter上面特別用簡體字來說 中國對於他們禁止觀眾客來才是錯誤的 然後中國的外交部就說 歷史會決定誰是對誰是錯 並且他們又加碼說 未來的100天他們的面試牌 不能播娛樂節目 只能播愛國節目 謝謝 這幾天 中國方面所做的決策 讓自由行的 尤其是年輕人的自由行 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行的 這些青年朋友都不能到台灣來 我們就已經覺得是一個 戰略上非常大的錯誤了 再加上今天所公布的對於娛樂性節目的限制 讓人感覺到中國方面一連串錯誤的決策 讓人感到不解 也讓人感到憂心 至於不要等到歷史來證明錯誤 我覺得歷史現在就已經 不用等到歷史 我們現在就已經很清楚的看到 這一連串的決策是戰略性的錯誤 國安局 中府事務署現在傳出說 他的督導責任將歸於國安局 對於是說 現在總統拆彈幫忙解除力助長陳菊的危機嗎 這個事情是在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我已經下令國安局必須檢討特勤人員的管理制度 還有他的紀律問題 國安局的報告就是根據我的要求所提出來的報告 這個是一個最根本的去解決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激席 為什麼這種漏席 為什麼長久以來沒有被發現的一個情況 問問這個比較如國防 你不好意思 近來因為CN案牽動降臨調動 有人批評每個將官在裡面之位都待不久 資歷不完整也破壞制度 那你們怎麼看 這是誰講的 今天早上的那個 那個因為調到六軍團的這件事情 誰啊誰叫的 不是 是誰講的 你是外出的 喔他講的喔 你聽聽就好了 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